2030年目標都需要陸續來達成 行政院副院長的正文燦談綠電宣傳中央政策 但說到中央的政策 北北基陶通勤月票卻似乎先請中央地方角力 我們這裡有一些叫T-PASS 就是這場記者會傳出中央地方護徵主導權 同一件事情六天辦了三場記者會 甚至一直到6月8號政院院會報告前幾天 即北北陶才通知交通部 藍營縣市首長將在9號聯合開記者會宣布方案 讓交通部一度措手不及 緊急在8號搶先召開 硬是先了一天 而9號藍營四縣市首長召開時 連名稱都沒提中央版的 反而是宣布名字MegaCITY PASS 一張月票兩名字 14號中央又由行政院長陳建仁率領再開記者會 新聞告更點名是中央主導地方參與 行政院這個評價通勤月票是同一規劃 那由地方來協助 那我想地方政府要加碼宣傳這是好事 那因為最重要是要減低這個通勤族的負擔 只說要多多推廣 只是月票議題確實從九合一選戰期間 就是藍綠攻防走點 TPS行政院通勤月票是全國統一命名 那為了增加區域民眾的辨識度呢 即被北朝四市在TPS的架構下 將區域定期票命名為都會通 完全是以民眾使用的角度來處罰 還有利多要來了 雙本市禁老卡每月提供480點 給長者搭公車結尾 常年沒有台鐵 現在確定7月1號也要納入 民生一提端牛肉 但就怕只變成藍綠選舉紅利 TVBS無愷你做很大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每週五的晚宝